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蔡慧子 欢迎收看法律线上 季蛋塔热潮之后 台湾在这一两年 兴起了夹娃娃机的热潮 有不少朋友喜欢当台主 赚点业外的收入 但是也曾听过 有人因为当台主 甚至去消费夹娃娃机 而惹上法律的官司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 一个夹娃娃机 会衍生这么多的法律问题 而且不说你不知道 这个夹娃娃机的商机 可是高达15亿台币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 夹娃娃机的达人 这个达人很特别 不只会夹娃娃 而且还非常懂法律 我们请到的是 江小俊贾律师 贾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既然是娃娃机达人 一定很会夹 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现场 给大家欢乐一下 来 贾律师 来帮大家秀一下 什么叫达人 投币咯 因为你紧张 我们示范夹这个好了 这个娃娃 原则上就是甩爪 甩爪它其实 要看它是正拍还是甩拍 正拍通常是 推过去再拉回来 试试看 这时候就会再投币了 对没有错 再来 像这种 夹娃娃 因为它是头是圆的 然后我们会看说这个爪子 这爪子它其实是这样 我们称之为铁爪 有些的它里面会放那个爪套 对 塑胶套 塑胶套 还有比较 比较好夹 对 像娃娃如果目前 它这个倒下来的 是啊 然后呢 它可能是呈现比较不好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头重 脚心 所以要夹 所以有可能是 这个白雪公土 这个白雪公土比较好夹 可能会比较好夹 所以要抓这种的地方就对了 对 好紧张啊 第二次失败了 二十块咯 再来咯 达人被毁了 达人的名声毁于一旦了 有了 出来了 耶 恭喜 你终于夹起来了 这比平衡打 好紧张 果然上节目之后会紧张一点 所以我们花了30块 夹到一只娃娃 来 先请坐 其实这个非常有趣 其实我自己其实不爱玩夹娃娃机 但是为了做这集节目 我那一天就到东区的这个 娃娃机店 里面真的好多机台 然后内容物是琳琅满目 对不对 最有趣的是 我站在那边半个小时 我就发现 这个真的是老少嫌疑 小到从国小 老到有一个80岁的老爷爷在那边夹 而且他夹得非常兴奋 就像刚刚讲 突然别人夹了太价 他就非常非常兴奋 我们就觉得 难怪这会有这么大的商机 这么吸引人 那个江律师 怎么样让你对这个东西这么有兴趣 一开始其实是陪着我太太去家 他其实他先玩这样子 所以他技术一定比你好 就承认吧 好我承认 他其实很厉害这样子 通常我夹不出来就换他出马 真的 是 其实夹娃娃机很有趣 我记得在民国89年90年之间 其实这样的娃娃机 是不可以随便设置的 因为它是一个 所谓的电子游戏机台 对不对 对 后来它被升格了 叫做 我们可以看到 选物贩卖机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如果我们从现在这个观点 去看它的话 其实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电子游戏机台跟选物贩卖机 选物贩卖机 它有所谓的保夹金额 也就是说你投到了 它里面所设置的金额之后 它就会变成抢爪模式 也就是说它就夹住 它就不会放开 它除了到洞口 它才把你放开 就一定夹得到就对了是不是 就是只要达到了 它所设定的金额 其实你看 假设我是消费者 我们一定会去看说 你里面放的商品是多 是大概什么价格 价值 对 像这样子的保夹金额 应该是 大概通常而言 可能设个几百块 就已经很多 对 也是 政府机关有没有针对 保夹金额做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 娃娃机台里面 其实我刚刚讲的 琳琅满目是真的 我去那个 里面那二三十台机台 当然很多是娃娃 可是有些是什么 好像一个像海螺的东西 对不对 听说是个音箱是不是 蓝牙音箱 蓝牙音箱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就什么都有 巧克力也有 什么东西都有 对 是 有没有 就这些东西 有没有做限制 它其实针对金额的部分 电子厂业游戏管理条例 它其实有规范说 不得超过两千元 所以大部分台主 因为投娃娃机 大概都是十块钱 是一个单位的样子 对啊 所以有些台主 它会把它设置到上限 是一千九百九十元 就是等于达到政府机关的 这个上限就对了 对 好那就有趣了 里面放的东西 你看过最奇怪的东西 是什么 我自己曾夹过 就是 就是它里面先放了 有台面 然后放了一个锅子 锅子里面就放了几个像 鸡的形状的那个玩偶 这样子 然后把它夹出来之后 台主 就打电话给台主 台主就现场过来 烤鸡给我们吃 这样子 哇 这还蛮有趣的耶 那如果抓到是猪 就烤猪吗 还没有遇到过 其实它真的是 那政府对于内容物的部分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前一阵才在讲嘛 里面到底放什么 合不合法 不是你随便要放什么 就可以放什么 对不对 对 物品的部分 可不可以提醒一下 这些台主吧 是不是叫台主 对他们自己可以去 选定内容物放在里面 那哪些东西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有关于违禁物嘛 可能就是特许事业的东西 不能够放 比如像说药品啊 或者是酒类啊 烟这一些都是不能放 大家都知道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 可能是不是有年龄限制的 什么叫年龄限制的 比如像说写真集那一类的 所以那可以放吗 到底可以 不行 不行放 不行 因为它有可能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对不对 没办法 它就可以选 夹到然后就拿着这样子 所以就是AV女優的 那个写真集 不可以放在里面 对 也不能放这样子 可不可以放隐形眼镜呢 隐形眼镜它其实目前听起来是没有限制的这样子 可是隐形眼镜不是有要在特地的地方可以买吗 原则上是 可是因为主管机关一直都没有限制这个部分 也没有看过 有人放这个东西 对有人放这个东西这样子 不过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最常看到的也是台主共同反映的 最早之前有放所谓的请去用品 这应该不行吧 对其实是不能放 可是他说非常的奇怪 请去用品反而是他们生意最好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政府机又没去抓吧 后来有限制 对应该是有被限制 那如果放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乐透彩 假设台主很有想法 他就把它包起来让你有一个感觉 会有幸运感的感觉 可不可以 这可能还涉及两个部分 第一个乐透彩 它是仅限于特定 经过准许的才能够贩售 所以其实它变相的 如果是有假如要机台 做一个贩售的动作 其实是一个违法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那可能就跟法院的见解 可能认定比较相关 法官认为说你把它放在里面 它可能涉及到一个赌博罪 因为你不知道说那一个乐透彩 它的价值是多少 因为血涡贩卖机里面 它有规范说是两千元 是一个上限 对 万一我仲采的 对 超过两千块那怎么办 对 它可能就是已经整个就是违法了 就是有赌博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你用十块钱去 获取一个不确定的一个 可能超过十块钱 很多的很大的利益这样子 OK 好 那如果我放的是电影票呢 电影票 电影票目前我个人的见解 因为这个食物这里还没有 我认为电影票 它就可能只是一个商品而已 我倒不会觉得说 它有违法的部分这样子 因为它大概是多少价值 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这样子 对你刚刚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上次在报纸上看到 就是说 那个台主就放了很多的 大概类似摩彩卷 或者是小卡片 然后等跟大家讲说 我上面会写一些 你得到什么奖或怎么样 对 那个人就花了钱之后 那个保夹金额是120块 它就夹到一张纸 上面是这个台主自己写的 非常丑的字叫心想事成 这到底在法律上 这个消费者也不会觉得 他当然很生气 好不容易夹起来了 结果只是个心想事成四个字 那那个消费者可以去告什么吗 还是在法律上 其实没有东西可以去限制他 其实就那个 这个部分 其实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件 它其实没有明确的规范 但是主管机关曾经有规范 它有函视说 你放的应该是一个 我能够明确看得到说 上面有什么物品 价值是不是 对 价值 因为它其实顾名思义 它是选物贩卖机 也就是说能够看到说 我到底是要买什么东西 而不是就是你包在里面 我看不到的 而且目前 那个各县市政府针对说 譬如像你包起来 然后看不到的状态 或者是我放在红包袋里面 这种状态 它都会有取缔的动作 所以你要很明确让消费者看到说 今天我夹的东西 大概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对 因为有可能它是个大奖 但是也有可能它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 这可能是单纯的就 这个情形来分 可是法院 它其实有遇过更 更不一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 它如果红包袋 它是包在 譬如像说这每个娃娃里面 娃娃绑的红包袋 包一个红包袋 它认为说 它其实还是买娃娃 但是它只是附加说 你可能还可以获得什么 红包是多的小血性 对 是 那那个 家律师 前面的这块东西是 是所谓的弹调板 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是这个是 有时候我们会在 放在底下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它是放在底下 把那整个台面把它拆掉 然后把这换到那上面去 在法律上可以吗 主管机关它的认定是说 这个是用弹的 所以它 有不确定性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它 应该是说 如果就我们法律见解来看的话 到达了保夹金额的时候 它应该可以直接悬悟这样子 可是有些的一个状况里面 这个不见得可以出来这样子 而且它更不确定的状况是 我每次弹下来它就 有可能从这里面某一个洞口 这样弹 就弹出去了这样子 所以它认为可能有一个赌博的状况 所以在法律上 可是这个蛮常见的 我那一天去就有看到这个东西 对啊 就是应该是说 只是因为主管机关没有去取缔 在大部分我们去询问过 或者是有取缔过的情形 其实这大部分都是会被取缔的 哦 是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坊间看到很多的假娃娃机 其实当然都不 外形看起来都是一个方正 那里面东西像我们刚刚讲的弹跳 弹跳神 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可能都不是法律上允许的 那消费者怎么去判断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法律问题 就不是那么简单 投十块钱是这种娱乐性质 可是你真的认真去找的时候 发现真的法律上 这两年来其实判决还蛮多的 我们等一下节目回来收集一下 这我们再请教师跟我们分享 张律师 其实前两天吧 应该就前两天而已 其实报纸还在讲说 有消费者因为这样去消费 那东西没有掉下来 然后他好像是用什么 去勾它是不是 然后涉及到诈欺罪 甚至被起诉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可能 涉及到主管机关 他是不是有明确的告诉 不管是业者 也就是台主或消费者 说什么时候他取得 他的所有权这样子 一般来讲 大家会认为掉到那里了才算吗 对吧 绝大多数的观念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其实不见得 因为他娃娃机的设置 其实他在洞口上面 原则上有一个阻隔板 那主隔板会因为 你物品的大小可能会刚好卡在那边 不见得那么顺利可以拿得出来这样子 如果掉到主隔板应该就算消费者了吧 这个就是争议所在这样子 为什么就有什么好争议的 因为有些的状况他认为说 譬如像说他卡洞了物品太大了 有些消费者就会继续去夹他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一个物品就卡住了 他又继续的一直夹 然后把他堆叠上去 那他已经掉到主隔板了 他还会是紧的模式吗 如果说他刚好没有过电眼 就怎么会是消费者问题 这是设计者的问题了 要是我是消费者我一定这样想 对 可是从台主的想法 他就觉得说 你应该只能取得一个物品这样子 假就一个是不是 所以这在法律上其实好像 有的有被起诉 有的认为没有被起诉对不对 对 因为好像有台主还会在上面写说 如果夹洞口请自己把它挖出来 对 那你就怎么就自己去挖了 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 好啦 其实对所有的消费者来讲 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讲投钱了 那爪子根本就抓不起来 而且感觉是松的 然后还有人去问店家说 你们那个爪子会不会太松的 都夹不起来 他还跟他讲说 本来就松的啊 就是保夹 你投到一定金额 就可以让你夹到 消费者气死了 怎么办 这个如果他一开始就是 我们称之为这叫摩摩爪 摩摩爪基本上就是 你不管怎么投钱 怎么哪个角度堆下去 技术再好都没有 对 这个部分可能我个人的见解 是认为 他可能会设计所谓 会设计这样子 因为整个业界 他譬如像说 这个物品的金额假设是100元 可是通常设置者都会设置到 保夹金额大概300元左右 所以从我的角度里面 其实我除了玩这个 拿到很多钱了 拿到100元的商品而已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告诉我说 他是一个摩摩爪的话 我连10块钱可能就不会投下去了 是 对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 如果告诉我是本来就夹不起来 问题是怎么证明啊 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被告过 这个可能 就是我们夹外机 其实有很多群组这样子 先前曾经看到有 有人上传影片 好像是远景 他就是会在那边架个摄影机 然后从零开始一直投这样子 远景自己啊 对 他们去取缔的状况 其实他们就是架摄影机 然后在那边投钱 然后投到保夹的录影 录影状况这样子 真的啊 警察有这么闲啊 就是他可能是 他也蛮爱玩 可能是被人家检举的这样子 有人讲了 所以他就特别去test那个 否则真的很难举证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 他物品金额不高 你告了之后呢 还要出庭应讯 这个可能导致 大家可能都没什么意愿这样子 是 那就你的经验里面 除了我们刚刚谈到这些问题之外 在讲娃娃机还有哪些问题 其实啊 从消费者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 你我所购买的物品 到底有没有瑕疵担保责任这样子 在法律上有点困难 有困难对 结果呢法院怎么认定 其实法院完全针对这块 目前还没有找到食物间接 你就是假设 这个娃娃当然比较还好 就是他一点瑕疵 但一般消费者也没有感觉 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蓝牙 音像 对不对 那我夹起来 如果回去发现就是不能用 对 那我要找谁 原则上 其实我们都会去找台主这样子 可是像目前 台主会负责任吗 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有些台主其实他可能是 就可能像我个人去租个机台 那我可能也是从其他机台夹出来的 那你就要负责 他会 他可能就直接跟你讲说 这个我也是夹出来的 我也没有办法对你负责 所以呢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说 主管机关针对这块 要不要明确的去规范他说 我夹出来的东西到底要负什么责任 比如像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法律问题 可是如果说台主在里面写说 我的物品都是从其他机台夹出来的 不负瑕疵担保责任 如果他写清楚了 那我真的夹出来的状况 夹出来如果是蓝牙银箱 是正常的那一定没有问题 可是有些瑕疵 那他到底有没有负 这个还好 如果说盒子是蓝牙银箱 夹出来的里面放的是一个娃娃 对那又怎么办呢 对他其实问题非常多 我想他可能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如果他是蓝牙银箱 有没有负瑕疵担保责任 从法律人的观点来看 如果他是一个选物贩卖机 照理说是一个误的 就是他最后的法律状态 比较像是买卖嘛 对 如果是买卖 他就应该是有误的瑕疵担保 所以应该台主要负责任 对不对 如果从我们法律人的观点 来看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原则上是 纵使他写了说我可以免责 我都不觉得可以免责 这个其实就可能要回到所谓的 他是不是一个定型化契约这样子了 对啊 不过这对消费者明显就不利益嘛 感觉你比较像台主 我比较像消费者 其实因为我们什么问题 都有遇到 我们也曾经遇到可能是法律人 他是台主这样子 所以他上面写的一些文字 就看得出来跟一般台主写的是不一样 是那台主呢 其实我刚刚在上节目以前 跟贾律师在聊天 就说听说夹娃娃机 如果生意最好的时候 你如果租 你自己租了二三十台的娃娃机 一个月可以赚三十万 是有跟台主私底下聊过这样子 这还蛮吓人的耶 获利还蛮丰盛的 就是他可能工作时间很长这样子 就是要负责去到处补货这样子 OK那台主呢 像我们刚刚讲是消费者 有可能碰到的法律证 那台主的法律证有可能是什么 台主其实最常遇到的就是 他所摆设物品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说 他能不能摆那些物品这样子 可能被财罚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 譬如像说 他没有去注意到说 他的物品是不是能够过这个洞口 有些人他可能到达了保夹金额 可是因为里面所放置的东西 要么就是物品太重 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去调这个 或者是说他物品太大也过不了洞口 所以有可能有些消费者他就直接去告他炸旗这样 因为东西下不来 下不来是不是 所以自己会比较有可能会涉及的是这两个部分 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这对 我想我刚讲那数字之后 可能很多人想 对我干嘛这么辛苦赚钱对不对 好像去租几个机台 其实也不轻松 就是工作时间长 为什么会工作时间长 不都别人在家 因为 你要去补货 都要补货 因为那代表说有人不停的在投钱 也就是把里面物品夹光了 那夹光的一个状况底下 他就要赶快去到处补货这样子 是 你觉得你个人觉得你这么爱夹娃娃 你觉得这个商机我刚刚讲 其实我刚讲15亿不是随便说说 这是有统计的 对 对不对 将来他会朝向哪一个方面 当然最近感觉那边就有朝 慢慢的消退的感觉 否则真的是夜市 我们家的街口 甚至半夜的整条路都是暗的 就只有一个很明亮的娃娃机台 不需要有人看管 对不对 你觉得他会朝向哪个方向前景 我觉得他可能 目前目前前景是看起来是 可能比较平淡的 他不会像说 像前两年 那么风靡这样子 所以喜欢上就像你一样吗 你会不会每天不去夹娃娃娃 会觉得身心灵没有获得满足的感觉 先前他确实是说的令人着迷的 就是会上瘾吗 就是很多精神科医师 接受这样的病患 就是他觉得他每天下了班就一定要去那地方 然后花了很多钱 然后太太就在那个机台里面 就要抓仙怀两个就在那边大打出手 一定会的 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就知道说 我曾经对他有米上的状况 然后可能需要比较多的一个意志力 把它克制这样子 我自己因为工作忙的关系 所以其实工作会意志我去做这件事情 是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夹这个东西 就像您刚刚讲了 其实不是因为真的想要这个东西 他只是享受那个夹的过程 跟把东西夹起来的感觉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希望说我找到这东西 我可不可以跟台主 我如果自己不当台主 对不对 那我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没有帮助的 我可不可以拿回去跟台主换钱 其实那个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 其实它有这个叫做收回 回收这样子 它其实是有禁止的 所以原则上是不能做这件事情 不过 这个算是脱法新闻吗 所以 所以我们有信心 就LINE嘛 LINE可能有各个群组这样子 他们可能就只是在上面贩售 我有一匹 就夹娃娃机夹出来的东西贩售这样子 那算是 那算是收回吗 我也不是针对原台主 但是他就是销售给不特定多数人 所以这就 这也是个疑问啦 是 其实今天做这一节目是这样子 真的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商机 然后也觉得可以把握这个商机来设置这样的讲娃娃机台 但我觉得都很好 我觉得年轻人的创业想法都很好 但是它里面确实有牵涉一些法律问题 可能在你当时很单纯的想说 或者是想设计台没有去想这么清楚 或者是你来创业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碰到政府机干取缔的时候 那才发现来不及了 其实赚二三十万 可是被行政裁罚的可能金额还蛮高 甚至有时候会因此而 这个所谓的设犯所谓的赌博罪 那就会让自己有一个前科存在 那当然消费者也是一样 消费者只是单纯说 我是当做一个乐趣去玩 那被卡住了 所以我去勾他 可是因为好像每一个场所都有所谓的摄影机 所以你的行为好像通通无所顿逃 那不小心就被人家告所谓的侵占 诈欺 其实这都不是我们乐见的行为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做这一节节目 让大家了解假娃娃机的法律问题 希望大家喜欢 也谢谢 非常谢谢江律师 我们下周五再见